他现在总是控制我的生活 我干什么他都要管 在他心里什么都比我重要 我这么做也只是想让他多在乎我一点 只要我不按着他说的做 他就用各种手段逼着我听他的 我也是为了能跟他有以后 可他就是不理解我 有请就对情侣有请 陈先生72岁来自哈尔滨退休 万女士60岁来自哈尔滨自由职业 欢迎老妹 谈了多久恋爱了 一年吧 今天是想来分手的是吧 是 您知道他要跟您分手吗 我不想分手 您不想分手 特别喜欢是吧 喜欢 温柔 温柔 大方 您为什么非要分手呢 我实在受不了了 他总限制我 限制管这工作呀 见个闺蜜也不行 那咱一条一条地说呗 限制您工作啊 我是气球造型嘛 编好了以后 他全都弄坏了 气球造型 对 都够炸碎了 您为什么给人 把气球炸碎啊 我就不想让他 干这个工作 他一天一天地 回来了累 累 完了心里边 根本就没有我的地位啊 所以说我就不让他干了 就不我俩的退休生活 挺好的 我以为您是怕累着他 原来您是觉得 他工作转移焦点了 他的焦点应该在您身上 对 他除了扎您的气球之外 还干什么坏事 破坏您工作呀 哎呀 每次我要接个活动 他就开始 一听见电话了 就开始 哎呦 难受了 晕了 迷惑 那我是不是您的高血压病犯了 吃没吃药啊 嗯 不是吃了 吃了那迷惑就是迷惑 那领你上医院吧 你检查 啥事没有 哦 就这样事的 就是您要出去工作 您就装病去吧 我们就有病了 总想 我在他心目中有个地方 你就是前一段时间 说还要领孩子出去 留个玩具 啊 带他外孙子 他外甥的儿子 外甥的儿子 他没有孩子 到中午了 饭菜全是 以他外孙子买 嗯 根本我就吃不了 爸呢 吃应该孩子逼啥呀 您没自己的孩子呀 对 所以把这个外甥的孩子 当成您自己的孙子 对 从小看着他长大嘛 哦 我俩到一起 就过我俩的二月生活多好 哦 我就不愿意见他带孩子 啊 那闺蜜呢 为什么阻拦人家 跟闺蜜交往呢 他闺蜜呢 我也是让他在他心里边 有我一个位置 好嘛 就要您的位置是 您是想把他心全占了吧 我怎么觉得 哪都不是 他怎么阻碍您跟闺蜜交往啊 我们约好了 嗯 马上收拾好了 出门了 嗯 哎 闺蜜就来电话了 说怎么回事 你咋说不去了呢 嗯 你给我发微信说累了 嗯 我说没有啊 那一看肯定是他干的事 是 我就是不要那边出去 我俩在一起做好 等于他拿您的这个微信告诉您闺蜜 以您的口气告诉您闺蜜说不去了 对啊 对啊 一点面子都没有 哦 您家子女队对您这段感情怎么看啊 我家孩子不过 那您跟孩子还有往来吗 个人都过个人的 哦 所以您还真是一个孤老头 对 所以在您的心里面 他的位置就特别特别的重要 总想让他多陪我 我跟你在一起了 我不能把家人冷了 把朋友也不要了 不是啊 你那个 一个礼拜你 咱们得 有个四五天咱们得一起吧 就前一段时间 他去旅游了 我都不知道 三四天打电话找不着 不接电话 我没招呼问他外星 他外星告诉我 去旅游去了 你去旅游你告诉我一声 嗯 为什么不告诉他呀 他哪儿 啥都不愿意让我去 哪儿都不愿意让我去 嗯 老控制我 告诉他也得生气 然后他也不开心 我也不开心 玩的也不开心 所以就没告诉他 哦 我绝对不是什么管着他 他不管跟谁 就是姑姑 他买什么东西 一买买好一个 哦 就说他买东西 花钱大手大脚 是这个意思吧 一点规划没有 从常都买些什么呀 衣服 手势 就像这录制 就带这么一盒来 戒指 馅链 多大一盒 这么大一盒子 宾馆里还有呢 还有个这么大一盒子呢 爱美嘛 哦 带来了是吧 来给敏娜老师就行 哦 这是那小盒子 这算多吗 对于一个女士来说 嗯 那不多 这是您出门这一次 要带的对不对 是 出门带 对我们女孩子 有的时候选择 是希望多样性一点 多带一点 有安全感 好搭配 是 所以这个并不算多 是吧 可以 可以 正常 这个量正常 正常 正常 我说他上这来录制 带这么一盒 冰果呢 还有呢 哦 家里就不用提了 他卖那个手势盒 当老板都可以了 哦 那他花的是谁的钱呀 花的自己的 所以说 我说说 啊 你要说我花我钱 我敢说吗 这不证明我后悔吗 哦 行 我这医生你说 不打麻将 不跳舞 不抽烟 不喝酒 就这么一个爱好 你还总管制我 这我承认 这是你优点 那你买那医生 一买四五件 你小儿都不得穷的 那不得搭配吗 那琢磨一买 一抽天 小儿牵手工业呢 人家自己的钱 你自己的钱 你买那么多干嘛呀 你有点归晃 你有点过河钱 给谁留啊 给谁留啊 给他自己吧 也就算 对不对 你那外甥能指什么 儿子你都不一定能指什么 你跟什么外甥 那是您的想法 好吧 还好吧 六十岁的女性 有这么多 这一般人能干什么 也还好吧 六十岁的女性嘛 这个年龄不就这样 还 看什么 这医生都是今天的 新的 去年的 前年的 全都不知道搁哪了 说明人独立啊 活得独立啊 咱们说点实际的 第一个问题 领不领结婚证 在您的心里想 没领的 想不想领啊 想领啊 我接受不了 他这一系列做法 他做了什么了 他还做过些什么 战了气球 装病 给我的闺蜜发信息 说你不去了 还干过些什么 哎呀 后来就不是这样了 就跟踪了 有次我们 咱那试衣服呢 我照镜子试衣服 一看镜子里 一晃一个人影 戴着墨镜 戴着前进帽 一看就是他呀 这跟踪干嘛呀 七十多岁了 玩跟踪 一个电话 人没了 这一天不见面 干嘛去了 对呀 这后这个 带给我跟着呢 我看看 到底是喝谁呀 这回我看着呢 其实是他闺蜂 喝啊 这老小孩 还做过什么 过分的事啊 比如说就上家里吧 他心情不好啊 看我买的东西什么的 他就来气 就上家里看这个 我拿走了 那东西我拿走了 就这样 拿进东西 对 那我心情不好吗 我要送他的 跟他拿的 那肯定心情不一样 意义不同啊 你去人家拿东西干嘛呀 风天过去 上他姐家 一买 三箱两箱 买起没完 完了回头 还格外一一二千 我问他 我说你给这个买 给那个买 你怎么给我买的 给你买啥 你自己都拿了 我给你买啥 是谁我才拿的 不是你们俩谈恋爱 不是应该你给人家买吗 您给人家买过什么呀 买了 你没买啥 那你为啥不给人买 你心里也没人家 他家你 刚才你看那照片吗 不是那是人家家的事 你管人家的呢 这特逗了 咱们不知道 给他买啥好 你送过礼物给人家吗 送过什么礼物给您 他送的完 我都有 他送的我都不要 他除了去您家拿东西 还会干嘛呀 哎呀 还帮我送呢 帮我晚晚送东西 一个女朋友就说了 你看你的戒指和你手链挺好的 你咱哪买的 他就接过去了 哎呀不用买了 就送你了 他家一大堆呢 呦 您还给人做主 我是傻想 他那闺蜜呢是 能要吗 也知道他很多很多 都拿一个像宝着的 不可能要 我也就是像像 听明白了 我问几个问题可以吗 两位是怎么认识的 朋友给介绍了 这些人看上您 我理解 您怎么看上他的 这事我不理解了 看上他怎么他年长 就认为他能包容我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 我感觉他不是包容我 简直给我控制的 我一点自由没有了 我都这样 几乎就要崩溃了 实在受不了了 所以来到这儿 好 我不知道我感觉对不对啊 我觉得好像您是 下面是儿子 还是闺女儿自己 一个姑娘一个儿子 膝下有儿有女 但是感觉这是个孤老人 也不怎么走动 对对对 是吧 对 这个呢 是无儿无女 但是好像朋友也很多 亲戚也很多 是 好像那个人气 反而很热闹 对 是吧 因为姐姐对我特别好 长姐嘛 所以 外甥对我也好 所以感觉呢 这个反而是一孤寡老人 把所有的心思和心气 全放在他身上 对 您反而是 可有可无一段婚姻 但是二十多年 怎么一介绍 这老头您就看上了 我 我说说行吗 可以啊 您说 我俩相似吧 是朋友给介绍 我俩没事 电话聊天 嗯 聊聊的 来机会了 来什么机会了呢 正好他腿上烫伤 好几个人刺 转了一圈 正好有个空挡 说没人 我俩一聊 我说我去吧 这么的来机会了 哦 还来机会了 就您照顾了他 对啊 通过照顾他 觉得您踏实 对 行吧 那这个今天来 是要分手 对吧 您是坚决不同意分手 不同意 行了 各位老师看看 怎么办吧 这事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雷老师 总不能就因为 照顾您腿烫伤一次 就决定跟他在一块了吧 他平时做过什么 让您开心的事吗 嗯 开心吧 倒没有太开心 因为我感觉 那时候 我在最困难的时候 他照顾我了 一接触 就是矛盾就有了 对呀 就是逐渐逐渐 矛盾就越来越多 我问一下 大哥 您让我们这大姐 天天守着您干嘛呀 咱得有事干吧 就是我总感觉 退休了 就是在家过退休生活 你退休了 你还去增长 还去有远处啊 有同事 他开心呢 问题就是你不让他做他开心的事 你得给他更开心的事才行啊 人是吸引过来的 不是控制过来的 大姐需要的乐趣呢 是外甥带来的乐趣 外甥的孩子带来的乐趣 自己姐姐带来的乐趣 自己闺蜜带来的乐趣 丰富多彩 还有工作带来的乐趣 而您的乐趣呢 只有一种 就是守着他 看着他 您提供的乐趣 在大姐这儿不够 我们的生活苍白 我们不能要求别人 跟我们一样苍白 如果别人的生活丰富多彩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给人家天才 在一起开心 但是我不能说 你得像我一样苍白 这个就自私了 您觉得呢 您怎么说 是我有点自私了吧 工作最开心 让他制止我的开心 工作还能给我 带来健康快乐 他也不让 看来问题 比您想象的要严重一些 现在不是他不把你 当成最重要的人 他压根又不想 跟您在一起相处下去了 您知道为什么吗 可能在您看来 您的那些方式 都是爱他的表现 可是恰恰相反 您那些方式啊 那些做法啊 都让他很不愉快 很讨厌 很厌烦呀 他喜欢气球 您扎人气球 他喜欢孩子 您不要让人带孩子 他喜欢跟闺蜜 出去旅游 你冒充他的名义 给闺蜜发信息 叫他不要去 您把他的快乐 亲手给毁了 他为什么还要 跟你在一起呢 就是我们想知道 爱是一个什么东西 爱不是我向你索取什么 你要给我什么 而是我要为你做什么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现在情况 已经到这种程度 大家已经明确提出 要分手 最后的关头 您怎么把握机会呢 我给您提点建议 他喜欢什么 您就做什么 而不是他喜欢什么 你就破坏什么 他喜欢工作 您陪他一起啊 他喜欢旅游 你们俩一起去啊 只要您尽力了 我相信大姐心里 有感受有感知啊 您让他努力的 让他快乐的 他也会用心来接纳您 好好努力吧 谢谢 我觉得两位是 应该分手啊 真的 我觉得你分手决策是对的 因为他已经 这个一步边界 踩进来之后 退不出去了 就是你今天 如果不跟他分手 他是不会改的 所以就你这个情况 应该分手 那我和 大爷说一下 其实老年人啊 他是重新进入了 一个童年状态 他现在是有一个 投射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你希望他 你少买东西 你少社交 你少出去工作 你多在家里面 但是今天真的 给了你一大妈 他天天在家操持家务 他从来没有朋友 什么都不买 非常的精打细算 你会喜欢吗 怎么说呢 你不会喜欢 如果按照他 肯定不会喜欢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你喜欢的就是这一块 你喜欢的就是 你觉得他要改的那一部分 今天真的有一大妈 天天围着你转 你厌烦死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明白 今天虽然你们分手了 但是你下一次要明白一个道理 你别看人家天天往外跑 但你真正爱的就是 这往外跑的劲儿 为什么 因为你太宅了 因为你没有朋友 因为你没有爱好 因为你没有工作 当然可以不工作了 是吧 这些东西因为你没有 所以你才喜欢他 那么反过头来 如果你今天不恋爱了 那你想想你应该需要什么 是不是 你反而应该走出家门 你反而应该再去交几个朋友 你反而应该再拓展一些 自己的爱好 因为你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才喜欢上的大姐 所以啊 今天就算你们分了之后 我觉得你应该改变一下 自己的生活状态 至少他帮你打开了一扇门 这扇门让你看到了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你不是把这个人拽到家里面 而是你也冲出去 有人带你和没人带你一样 你就往外冲 往外冲了之后 说不定 你那又能找到另一个大姐 重新又有一朵鲜花 为你绽放 就这样 前面的三位老师 今天都特别的温和 您确实我不能说中 但是您伸手伸进了 别人家的财物 人家自己买的东西 你都可以拿来替他送人 你玩跟踪 搞破坏 他现在做的这一些 这个绝对是越界 这个一定会影响到 您接下来的人生 您对于他这种行为 要及时地制止 阁止 让这个人远离你的生活 否则接下来 你的生活都会被这个人 搅得翻天覆地 你将失去自我 现在就是有点 如果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不果断地 跟他分手呢 为什么您不能够大大方方地 说一句 就必须分手 我们俩 就这么 一拍两散 为什么不能呢 说了 说了 他打电话 微信 也吵 不管是装病 死缠烂打 微信电话轰炸 还是怎样 这都是一种 不积极不向上的 一种爱情观 是会毁了自己 和摧毁对方的 明明知道这一只鸟 在我这个笼子里 快要死掉了 但我一定要把它 转得更紧 我要把它转死 为什么呢 不是以爱为名 就可以这样 要求另一个人 不快乐的 你爱它是你的事 但是如果对方 觉得不好 请您放手 而您也请拒绝地 坚决一点 这次肯定是坚决了 72岁的您 其实是孤独的 为什么您的恋人 现在四处找热闹啊 因为他害怕孤独 如果他停止了这些 他也是孤独的 这个时候特别想 找一个有趣的伴侣 但是您恰恰无趣 可是您又孤独久了 这就是陆七老师 刚才说的 您应该从今天开始 给自己找点事去 为什么您的孩子 会疏远您 您得好好的想一下 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太多了 占有别人的东西 占有的太多了 我倒觉得今天 您应该这么说 我们可以分手 能不能做朋友 你以后有什么事 觉得适合我的 我帮你去做一做 反正我再待在家里 也没事 这个年龄 多交一点 比自己年轻的朋友 这没问题 对不对 看看世界吧 不是恋人了 这个总行吧 供您参考 接下来咱们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我不想分手 原来我做的以前 做的不对 过季 我分手 不想 不想也不行啊 今天见到这嘉宾主持人 我觉得就像见到娘家人一样 我心里特别 特别感动 但是对于我俩的关系来说 确实是 继续不了了 谢谢两位 注意身体啊 来请回请回请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录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酷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雷老师 您给预测预测啊 反正大姐 估计是不会出来了 我希望这位程老先生 别出来了 我觉得呢 在此时此刻你最好的爱的表达 就是把手放开 双不出吧 双不出是个理想状态 但是 这个叔叔肯定是会出的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 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在我们的身边 有很多老年人 值得关注 你看 有儿有女 却孤独一人 生活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虽然无儿无女 但是守着一份工作 守着几个朋友 其实也乐在其中 所以我们怎么关注 这一拨人 其实是个大命题 所以今天也特别感谢 这对老年情侣 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看到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还有一些朋友的情感需求 是应该引起人们重视的 同时也是应该引起 他们的亲人和家人重视的 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谁 从这边 啊 从这边 您都知道他不来了 您为什么还出来呀 我心想想说两句 各位嘉宾说的 说到我心里去了 我也知道我错了 我想呢 过后 没事尽量 让他出去溜达溜达 缓和缓和 我俩的情绪 我跟您说呀 于其您把所有的心思 放在跟他谈上 不如您让陆琪老师说的 多出去交一些朋友 好吗 是 加油啊 谢谢您啊 谢谢您 来请回 你要说年轻人的爱 揪揪哥哥 其实上岁数人的爱 更加揪哥 这可能不是痴情了 而是对某一种事物的固执的坚持 助他们寻找到各自幸福的